我跟王少佑小姐說話的時候 我看你很開心 在笑著看著老婆訪問我 她永遠都這麼支持我的 還有很難得 我們現在可以 這麼多年之後 我們又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做宣傳 還有一個這麼大型的劇集 我們兩個都有份參與 我覺得很光榮 是的 很光榮 很開心 你們今次劇中是否會演梁豐河 不是 不是 即是甚麼角色可以透露一下 可否劇透一點 不行 是的 總之大家就知道 我們一拼了 是的 是的 但是她是在戲裏面 做一個拯救我的男人 非常富有 是的 還有很甜蜜的 我們只可以透露 是的 還有很多女人喜歡她 這個角色 就是我入行32年 我還沒有接演過這樣的角色 真的可以帶給觀眾 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還有一個驚喜 還有驚嚇 是的 你拍攝的時候 你拍攝的時候是否辛苦 因為那是有時 冰姐說你從來沒有做過角色 沒有 拍攝的時候 我想一下 因為她那個角色的難度很高 但是你在幾集裡面 你就要 基本上好像拍了一個整個故事 她是密集式 在裡面 你要表演你那個角色的一生 所以那個難度和挑戰 是非常之高的 你有否跟老公 那兩個互相 討論一下我的劇本 我怎麼只討論劇本 我們在家 是我 家輝哥不用 我 就要求他 要跟我對熟所有劇本 去到現場 我就可以 不用再看劇本 就可以正式拍了 所以 跟老公合作 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 我們可以在家裡排定戲 對好對白 然後去到現場 拍攝是很順利很快 基本上有加輝哥在這裡 全部都是一剔過 他真的很厲害 他多 他讚我 但是 其實 應該怎麼說呢 其實我覺得 我們 因為 都 幾 幾開心 可以大家一起做 所以我們也想做到最好 那就變成了 我們就希望 由開始接到劇本 我們自己看完 我們怎樣 大家去看 看完之後 對了之後 我們再有個交流 再看看有什麼可以改善 做到最好為止 因為家輝哥 他很多細節位 他加了很多很有特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需要 大家去配合 而且我是向他學習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些細節位 而且我很喜歡他在現場 因為其他男演員是做不到的 就是他在現場 真的很照顧我 小心 小心 搬家 小心 小心 所以他是一個很細心 很體貼 還有很甜蜜的對手 所以我很喜歡和他拍戲 還有我想說 這次和家輝哥已經是第五次合作了 是啊 那你這次之後再看一看 會不會有機會再一次這樣做呢 你想不想 我當然想 我當然想 是啊 但如果是演戲 會不會嘗試演一些吵架的角色 Oh no 一吵架我就不想 因為在現場生活中 我經常叫他爹地 爸爸 他是一個不吵架的人 你一個人是罵不了家 我怕我們不會做 我們生活中是怎樣 如果是有大家意見不合的時候 怎樣溝通呢 我們是不會罵架 我們只會寫 就是告訴對方 我想這樣這樣這樣 我有什麼意見 那你寫的時候 你有什麼生氣 有什麼不滿呢 你寫的時候 那些戲已經燒光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基本上是爛不了家 所以你叫我們演吵架的戲 我們基本上是怎樣 很辛苦 我記得拍新娘生 拍《月祝英台》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多吵架 還有他家暴我的戲 他打我的戲 觀眾是看得很投入的 還以為 你嫁給他會不會家暴你 經常都問 我好笑 我那個感 真的 不會的 現在 我根本是這麼長期 有個情深苦苦看著你 是 他是很溫柔的一個人 所以大家放心 不用怕 所以下一步 我都是希望 我跟志剛監製說了 下一步 我希望 做一些弘厚的角色 就好像 玲玲姐那些 很富貴的那些 躺在那裡 擺兩片 青瓜 在那裏做眼鏡的那些 這次是真的很多景 很辛苦的 你們有沒有動作 需要否應付動作戲 這個戲 我們沒有動作的 我們 那些動作戲 交給張雷哥哥 我們全民戲 是 算是舒服 但是因為走很多的景 哦 哎呀 當時留意看 好 記得收看 《逆天奇案2》 行啊 行啊 謝謝 拜拜